画面上这个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男子就是王军 今年32岁 他在广东省深圳市保安区开了一家饭店 9月13日他被排除嫌疑 解除了拘留措施 据王军说 自己是在事发前一个多月和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黄英认识的 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来我们店里吃饭嘛 当时店里没什么客人呢 我就和他聊了几句 他就说我店里这个菜做得很好吃 以后经常来 我当时觉得这个女儿挺开朗的 没想到他是真的经常跑到我们店里来吃饭 黄英租住的房子距离王军的饭店不远 所以下班后黄英经常会来吃饭 有的时候他会和朋友同事一起来 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来 我们就是认识了以后都留了微信嘛 就是有一次他生病呢 就发微信给我说 说他在房间里面好难受很难受 那我就给厨师就是弄了个粥给他送过去 当时他也挺感动的 反正我们后来也聊得比较难 这个关系 黄英是单身 而王军则一直忙于店里的生意 虽然谈过几个女朋友 但是也一直没有结婚 尽管两人年龄相差十多岁 但是一来二去 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十分迅速 据王军说 事发前一个星期 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说我的年龄比较大好多 怕他家里人不同意 就是想等到这个两人关系再稳定一点的时候 就把我带回去接他妈妈嘛 因为他老爸跟他老妈很早就离婚了 所以他就是一起跟他妈妈在一起生活 王军回忆说 事发当天晚上 黄英打电话给自己 叫他约几个朋友出来一起吃交易 于是黄英带上了自己的朋友义方 王军则叫上了自己的两个朋友 但是义方说自己有急事 只待了十多分钟就匆匆地离开了 自己的两个朋友也陆续离开 那天那个排档的人好多 我是出去买白酒去了 因为那个排档里面一般的只有啤酒 没有白酒 我买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个女孩子已经走了 就是说等于我压根就没有看到她 她就走了